音乐交流要从小开始 彰化洛景国小职敌队在校长张荣裕的带领下 14号来到了花莲宜仓国小进行音乐交流 而宜仓国小的校长丁佳琪与全体的教职员欢迎远到了来的贵宾 两校学生也互相演出动人的乐曲增加了两校的情谊 位于彰化鹿港的洛景国小职敌队 已经连续十年获得张花仙学生音乐比赛第一名 14号下午职敌队在校长张荣裕的带领下 前来宜仓国小与宜仓国小职敌队以及合唱团进行交流 音乐会开始前两校也互赠纪念品 而会促成这一次活动胜利 原因是去年宜仓国小职敌队前往洛景国小进行音乐交流时 宜仓国小校长丁佳琪也邀约洛景国小职敌队能够来到花莲双方进行交流 所以我们觉得到洛景国小去做一个交流 能够让我们学生能够在直敌的练习上面 甚至在吹奏上面的技巧 相信能够更加精进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到这个彰化县的洛景国小做交流活动 那今年他们校长也特别安排到我们学校回访 那我们这一次就因为当初去洛景国小的时候 有受到他们非常热烈的欢迎 那我们这一次也相同的规格来欢迎彰化县的洛景国小 然后做一个午后的音乐交流 让孩子互相的走出校园外互相的去学习 我们要告诉孩子的是当你专注到音乐里面 你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你可以认识整个世界 你可以跟全部的人当做好朋友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意义 双层的交流代表的就是两个学校像兄弟一样 双层交流代表的是学生彼此之间 可以用他们共同的喜好与乐趣 常说音乐无国界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两校的校长都希望用音乐开拓同学们的视野 更希望未来音乐交流会延续不断 记者刘明胜 解岸香采访报道